耶稣圣明 我们今天从使徒行传来认识耶稣基督 有讲义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问大家 我喜欢问大家 耶稣是不是神 那么小生 是不是 对差不多 耶稣是不是耶和华 是不是天父 耶稣是神的儿子 那怎么父又变成儿子 所以很多人就听不懂 那耶稣是不是圣灵 那有点奇怪 怎么会变成圣灵 所以很多人 不认识耶稣 像犹太人到现在以色列的犹太人 还认为耶稣只是先知 他认为啊 耶稣就是个先知 耶稣是先知没有错 因为生命记十八章里面讲啊 耶稣就是像摩西一样来的先知 没有错他是先知 那么耶稣也是大祭司 所以耶稣的身份很多种 那我们认识耶稣 那我们认识耶稣 是不是只停留在很简单的 那个观念里面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永远不认识耶稣 所以我们一直 对耶稣的认识很肤浅 像耶和华见证人 耶稣是神的儿子 是神的儿子 他不会是耶和华 那你拿耶和福音第十章讲说 我以互为一 犹太人为什么拿石头要打耶稣 因为他认为 你是个人 你怎么说你是神 所以犹太人的观念 人就是人 神就是神 神不可能成为人 人也不可能成为神 对一般人来说是没有问题 但是这一位基督就是不一样 差别很大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是神吗 那么小声 要讲不是 我们是很像神 但是不是神 为什么 你会不会死 不会死的极少 会 那耶稣是可以把命捨了 再娶回来 那我们弟兄姐妹 把命捨了拿不回来的 对不对 曾经有一个人 他认为自己 神跟他同在 我已经有圣灵了 什么都不怕 我要跟魔鬼征战 结果魔鬼就骗他 跟魔鬼征战 他从楼上跳下来 想说我跳下去 还会跳上来 知道吗 结果跳下去怎么样 有没有死 不会死 还会跳上 跳回来吗 死了嘛 感谢神死了 因为圣经他有在读 他就没有读通 你看主耶稣跟魔鬼征战的时候 魔鬼把他带到 那个圣殿的屋顶 叫他跳下去 耶稣有没有跳下去 没有 耶稣就撒旦回去 把魔鬼赶走 我怎么可以听你的话 所以很多人认为自己 好像耶稣 像耶稣不等于耶稣 知道吗 所以有一些宗教人士 认为你们拜我 就是拜耶稣 我是耶稣的代言人 你们听我的话 就对了 错 一千个错 一万个错 都是错 所以我们不要把信仰 建立在所谓的名嘴 什么布道专家 什么特殊的 有恩赐的所谓人 不管他是怎样的职务 都不要 你尊敬他 但是不要信他 他的话合合圣经你就信 不符合的你就不要信 不管他是谁 这一点很重要 我刚信耶稣的时候 以为真耶稣教会的信徒 都是像圣人一样 每一个来教会好圣洁 对不对 讲话好客气 后来信久了 怎么刚好相反 你们不要生气 这是人性的黑暗面 怎么这样 后来我就领悟了 因为他跟我一样 我没有很好 他比我还差 所以我们不能跟他一样 这个差别就改变观念了 所以来教会聚会 不要一直看说 这个人怎么比我差 本来就比你差 你还比你多好 你自己在比别人的时候 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会了解 我们人就是人 当使徒的有软弱 当长老指示 有没有软弱 有 如果没有软弱 大概就主耶稣收回去了 都完全了 所以还会讲话的 都是不完美的 有人说小传道 你为什么只叫拿单 为什么不拿三 拿五拿万 我说拿单 我一个就受不了了 我就拿一个耶稣 当我的主其他的不要了 没有关系 很多人就是贪心 有一句话叫做 贪心不足 蛇吞向 你说蛇怎么会吞向 这是形容词 这代表说 自己没有那个能力 要想要吃 你不能吃的 这就是人心不足 人心不足里面 对神的认识就很差了 因为认为自己很能干 很厉害 就像有一些年轻人 像我们今天来的大学生差不多 你们比他们好 很多年轻人认为自己很厉害 很能干 但是理想很好 好高骛言 做事的时候 台湾话叫做无盼撇 听到没有 无盼撇听得懂 不知道 拿不出办法来 你知道吗 无盼撇 你写个字一撇两撇都撇不出来 这无盼撇 撇撇就是没有 一半都写不出来 那么无盼撇 那无盼撇就是 就是你没有东西 所以你要好高骛言是可以 那你还是要由近而远慢慢的走下去 主耶稣跟我们同在的话 你不会走错路 所以我们认识耶稣 为了使徒行传 我这里整理 主耶稣 的奇妙的作为 我帮他算一算 你看我的讲义上面 耶稣是主是神 你看这里面我写了很多经节 都是使徒行传 我把他整理分裂 我帮他算 早上起来 我就好好再算一次 我帮他算一算 一共有四十八项 我们想的耶稣只有一项 两项 使徒行传对耶稣的描写跟记录 整理起来就有四十八项 多不多 你们从来没有想到四十八项 使徒行传有这么多 对主耶稣的描写 我们读使徒行传 一般都是读什么 从头读到尾啊 圣灵行传啊 彼得的 前面是彼得 后面是保罗啊 很多神迹啊 就这样故事性 那你从这里面 你可以找到很多东西出来 所以使徒行传 你对耶稣的认识 那是一种动态的认识 不是在书本上理论的认识 因为使徒 他们直接跟神交通 神直接跟他 启示等等 他们对神的认识 你看我整理出来 四十八项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要一直翻圣经 我们来看一下讲义 大家听讲义就不知道了 那么第一段 耶稣是主 就是真神 这个主这个字 新耶讲主 就是旧耶的耶和华 所以圣经里面 就新耶里面 常常说主说 然后把旧耶圣经引出来 前面他是用主 Lord 就是主 那主说是谁 就是耶和华 所以你看我们讲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个多玛 看到他其他的门徒说 耶稣向我们显现了 应付我 那多玛怎么说 我没有看到他的钉痕 看他的额 就扎的 我不相信 哇 很有科学精神 理性主义 对不对 这没有错 我们现在大家都差不多 我没有看到 我就不相信 过了一个礼拜 主耶稣 在聚会的中间 突然间在他们中间显现 然后耶稣说 你看 你摸摸看 他没有摸 但是他那时候看到了 亲眼看到主耶稣显现 他对耶稣的认识 本来是神的儿子 是先知的身份 变成什么 多玛讲一句话 叫什么 我的什么 我的主 还有一个什么 我的神 就是我的耶和华 我的真神 跟耶稣是神的儿子 是先知的认知 有没有不一样 不一样 你看多玛是十二使徒之一 还等到耶稣复活 才真正的认识耶稣 不容易啊 所以我们现在 从小寿喜也好 目到来也好 你以为你真的认识耶稣吗 很多人真的很忽浅 有的人把耶稣认为 耶稣就是医生 没有错 我有病了看耶稣 病好了我就不要耶稣了 因为我没有病了 那这把耶稣看得太扁了 太小看他了 好我们看第二段 他是应许来的救主 什么叫应许 按着旧约 有一个儿子为我们而生 那么他 你看西伯来 那个以赛尔书九章有没有 那个婴孩就是什么 永在的父有没有 全能的神和平的君奇妙测试 你要想一个人可以称为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奇妙测试 请问这是什么人啊 今天哪一个人说你是全能的神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屏东可能比较厉害 你是全能的神 对不对 不是嘛 我们今天十几个 哪一个是神 有像神 没有一个很神 都差不多 因为你都不是神 跟传道一样 所以你想 这个就是应许 就是答应有这么一位救主 这么一个人出现 他就是神 这旧约都讲很清楚了 现在的犹太人不相信 耶稣就是这一位 当来的弥赛亚救主 不相信 不相信很简单 犹太人要看神迹 但是使徒时代的神迹 谦卑的人都信了 不谦卑的人把耶稣盯了 今天这个世界也是一样 所以很多宗教在研究 说我要找历史上的耶稣 你如果从历史上去找耶稣 资料很少 罗马帝国的资料留下来的很少 你要从圣灵的入门去认识耶稣 现在很多基督教认识耶稣很皮毛 因为他不是从圣灵入门 他就从神学入门 从神学研究 神学研究很多那些著作 那些写的人 他本身是没有圣灵的 他对神的灵性各方面 为什么成为人的问题弄不清楚 所以有人就这样讲 说 耶稣若身的时候是人子 所以他不是神 那护活以后才称为神 那请问这样有没有问题 因为他说耶稣若身啊 若身怎么会是神呢 没有错 有太人的观念 那我们也有人这样想啊 说耶稣在若身的时候不是神 护活才是神 如果有一个传道人讲这种话 你要不要信 他的话你要不要信 各位 信吗 他的话不能信 因为耶稣说我以父为一嘛 他有若身 他就是神了 因为他是无限的神 无限是全能的 他可以同时在这里 也可以同时在天上 所以耶稣说 知道吗 他说 亚伯拉罕是仰望我的日子 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 他亚伯拉罕就要仰望基督呢 那耶稣又讲说 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我了 哇 那是他若身的耶稣吗 不是圣灵 所以很多人认识耶稣啊 他很肤浅 不了解 甚至我们的部分的同工 也是走入这个哲学的迷思里面 这个要小心 我们要为他这种人祷告 因为他对耶稣的认识很肤浅 虽然他的学历很高 但是我怎么看 好像一只蚂蚁在看天一样知道吗 蚂蚁咬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会觉得痛 对不对 蚂蚁能够看到你一个人的全部吗 可以吗 各位有没有被蚂蚁跑到这里面的感觉 耳朵里面 如果蚂蚁看到你的耳朵里面去 他会觉得 哎哟 这是什么山洞啊 里面好香啊 哇 吃不完啊 就一直咬啊 就养个钥匙啊 然后到最后怎么样 弄个东西把你抓出来 哇 你还想在那边给我皱窝 因为他不知道跑到你的人的耳朵啊 知道吧 他怎么爬你的身上一辈子 他都不知道你是人 知道吗 因为在蚂蚁眼睛里面 他永远看不出你是人 在他来看 就是很多粮食 就这样而已 还有很多树林 这个树林怎么跟外面的不一样 一根一根的 因为他是体积这么小 所以有时候人认识神 常常是这种 用蚂蚁在看人的 这种角度 我们继续看 他是生命的主 生命 这里的生命是什么 永远的生命 他是誓生命给你的神 他也是主 他就是耶和华 所以我们的生命在谁手中 在耶和华 在真神的手中 所以耶稣说 生命在我 护活在我 今天哪一个 天底下哪一个人敢说 生命在我 护活在我 没有 所以很多的宗教 他们不懂这个 因为他不知道生命的主 那我们现在很多信徒 也是不认识 那这是理论而已 因为他不了解 所以神 祂可以加添你的生命 祂可以减少你的生命 在祂手中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 你想长寿一点 你就敬畏神 给你过得好一点 你想短命也可以 你就去违背神 很快就把你收回去了 如果神预定给你活一百岁 因为你在教会里面 一直做坏事 社会做坏事 跟你讲不到五十岁你就差不多了 算很好了 说不定明天就跟你收回去了 这种情况很多 所以在神的面前 没什么好夸口的 再过来讲 祂是基督受高者 受高者基督 我们知道 就是为什么受高 受高的君王 就是受圣灵所高的 奉差遣来到这个世界当救主 所以这个高主要是圣灵的高 所以主耶稣受洗以后 祂为什么还要祷告 圣灵降在祂身上 天父就是祂自己 但是祂那时候是带着肉身 说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祂 圣灵降在耶稣身上 耶稣本身就是圣灵所生的 为什么还要再降圣灵 给我们做榜样 因为那时候祂在着肉身 所以这个都是给我们去体会 再过来 祂是坐在天上的宝座的 天上的宝座 请问天上就是神的意思 坐在那宝座上 所以启示律一直讲 坐在宝座上是谁 羔羊 他又讲站在宝座上 又坐在宝座上 站的时候是代表救恩的时代 坐在宝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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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象征的含义在里面 再过来 他是接受人灵魂的至高者 你看 施提法 为主牺牲的时候 他看到主耶稣跟他显现 然後说怎么样 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 那你看传道书12章说 神是视灵魂的神 希伯来书说 灵魂的父 那灵魂路就是谁 耶稣基督 所以今天不管你是信什么宗教 有一天你的灵魂谁收回去 耶稣基督 很多宗教讲的那些都不对 什么转世 从中山北路转到中山南路 那都是错的 什么六道轮回那都是错的 圣经不是这样写的 那是一种迷惑 给你的幻想 错的 人死了就回到那边 不管你信不信耶稣都回去 不会回来的 会回来都是魔鬼伪装的 你不要被骗了 那么再过来 他是站在神的右边 师体坊看到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荣光显现 好问你们一个问题 神这里的神是什么 真光 光的右边 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位 没有就是耶稣 好像小弟站在这里 那后面一个光出现 请问在光的右边 就是神是光 光的右边 是一位还是两位 那为什么不叫左边 为什么不叫左边 不知道 为什么不在光的左边 在右边 因为你看异象的人 光在这边 右边 从我们的角度看 光在这边 右边 右边是大 右边为大 就是 就是这个意思 事实上是一位 不是两位 所以很多被这个文字上 哎呀你看 神就右边 耶稣在神的右边 那左边是谁 那左边是谁 没有嘛 那是一个异象里面的形容 是这样 事实上还是一位 没有两位 所以这一点 我们大家去体会一下 那么 这个持图计算 三章十四节 到七章五十四节 说 他是一个圣洁公益者 那圣洁公益者 这什么意思 神是圣洁 他是公益 你们杀了这个公益者 讲犹太人 那今天全世界 哪一个最圣洁 只有耶稣基督 没有第二位 再过来 他是一个洁净者 洁净谁 洁净就是赦罪 只有他能够洁净我们 今天我们有什么过失 灵性上的过失犯罪 谁能够把你的罪抹掉 只有这一位洁净的 所以真正的神 神他是洁净者 人 不行 虽然我们会奉主耶稣圣民 为人施洗 使你的罪得要圣民 那是奉主耶稣的民 不是这个做 洗礼动作的掌职 传道他们可以设你 不是 是基督的民 基督的能力 洁净你 就像我们今天听了很多道理 觉得自己不对 谁能够洁净你的心 只有这一位神 没有第二位 再过来 他是个君王 这里的君王 不是地上的君王 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人家问他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怎么说 你说的是 耶稣是做万王之王 所以启示录讲万王之王 那王是谁 这个万王的王是谁 圣徒的救主 圣经说是圣徒的救主 万人的救主 这个王是什么意思 就是指我们受洗 主耶稣是宝血买来 那个启示录五章九节那边有讲到 我们都是主耶稣宝血买来 在神的国里面做祭司 做国民 怎么样 在地上 执掌王权 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你受洗以后 你就是 在神来看 你就是一个国王 知道吗 所以主耶稣在领的时候 你们要复活生天在空中 与主同奏王 知道 所以主耶稣是不是 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王 所以耶稣是你的主 那他是不是万王之王 不是指地上的那些王而已 知道吗 那地上的王才几个王啊 那从中国历史 五六千年 皇帝才几个 算一算就知道了 也不过六百多个啊 全世界都算一算好吧 算一万个王啊 有的王才做一天就下台了 那有什么用 阿罗马帝国两千多年 才几个王 算一算好几百 也没有用啊 不会超过一千 对不对 那全世界哪有万王之王 哪有万王 没有嘛 全世界不管哪一个国家都算进去 到现在算不到一万个王 那有一些是假的王 叫亲王 亲王就随便封你为王 没有土地 没有粮食 那个不是真正国家 那个那个Gay 你知道吗 以前清朝很多亲王 日本有很多亲王 来到台湾被人家干掉了 对不对 那个亲王 那个不是真正的王 所以万王之王就是指这些得救的人 他们神给他王子的身份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受洗 受洗你就是王国王的身份 齐鼎教会 弟兄姐妹 这边叫做男的国王 这边叫女王 男王女王 各位国王大家好 你们的王是谁 万王之王 传道是不是王 是 但是不要以为自己真的去王 走到哪里 叫信条要接待你 我是传道 我就是国王 我没有鸡吃 你们赶快杀鸡 没有猪吃 你们赶快杀猪 我跟你讲 这种王很快就灭王 因为他好吃烂做 不负责任 这个不对 所以不要以为自己是王 就开始 哇 骄傲 你是有这个身份 王是要服侍人的 国王是早上起来就很早起来的 晚上很晚睡觉的 要服务人家的王 是服务人家的王 不是坐在那边等人家服务的王 你看那个满清最后一个皇帝 三岁当皇帝 六岁就下台了 那个给人家服侍到最后 连盘子都不会端 逢个衣服都不会 什么都不会 难怪很快国家就灭王 所以你们这种王 就完蛋了 再过来 他是个圣者 以色列的圣者 圣者如果从中国人讲 就是圣人的意思 那么圣者又称为至圣者 什么意思 天时他也是圣者 圣洁的光明者 那至圣者就是超越这一切 所以你看约伯记第五章 那个约伯的一个朋友叫以利法 他对神的认识不是很清楚 有点模糊 他跟约伯讲说 诸圣者中你要转向哪一位 耶伯当然是拜真神 怎么说 诸圣者中你要哪一位 今天是不是很多人这种观念 我拜很多的圣者中 我要找这一位 对我比较好的那一位 就像社会上很多多神教一样 你要这一位那一位 我们不比哪一位 就只有一位 独一的真神 所以主耶稣说 你要认识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他 护手拆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就一位 一位就够了 一位有用的就够了 其他的圣者不认识也没关系 知道吗 很多人来到教会说 转到我认识某一个人 我认识哪个长老 我认识什么人 我说你认识那么多 也没有用 你要认识耶稣就好了 有的人说 小人到你认识我吗 我前几天才看到你 我很快就忘了 所以等一下你问我 我认识你吗 我也忘了 你不要问我 知道吗 一样的道理 人就是眼睛有限 记忆有限 那基督呢 他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他知道万人的心 你什么他都知道 再过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个 复兴以色列国 你看使徒新的第一章 门徒问耶稣说 你复兴以色列国 是在这个时候吗 耶稣说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因为那个到1948年 现在的以色列才复国 但是当时门徒希望赶快复国 因为在罗马的统治下 不舒服 但是神的旨意就是这样 那属灵的以色列国是谁 圣灵降临 神的教会 所以我们正教会 是属灵的以色列国 地上的以色列国 现在还在打仗 天天杀人 这个跟神的旨意 这个跟神的旨意有违背 他们还不知道 他们的复国是神的旨意 他们的复国是神的旨意 那一般基督教会 想要得圣灵 用学的 那学的还什么事 对不对 他们就学啊 拿个纸条 好像学英文 学拉丁文 学俄文 卷舌音更多 西班牙文 卷舌音 那个卷舌音 不知道那个意思啊 弟兄姐妹啦 其他人就不知道啦 那你要学 语言是学来 就不是赐给你的 赐给你是不必学 就给你的 我讲一个见证 最近的 上礼拜二 我们众立教会 跟传道 张超金传道 我们去访问一个木道者 他上一次才来众立教会一次 他的妹妹带他来教会 他以前对教会很环弹 今天已经快70岁了 那我们去跟他谈一谈 你知道他有什么病 你知道 说病也没有很大的病 就是他的鼻子 有一个脚肉 他常常要去割掉 呼吸都不顺畅 你知道吗 那个呼吸不顺畅的时候 那个头脑都混混沌沌 你懂不懂 我看他坐在我们面前 坐没两分钟 眼睛就一直闭来想睡觉 为什么 氧气不足 呼吸不顺畅 然后不容易流汗 就是不顺畅 那我们跟他讲道 讲一下 没有多久 我们就祷告 他本来有感动 我们就帮他祷告 一祷告圣灵教你 非常的流利 全身就流汗 冒汗 滑热 你知道 好舒服 他说从来没有呼吸那么顺畅过 祷告 祷告也没有几分钟 不到十分钟 圣灵就充满他 他跟他的姐姐现在都信耶稣了 决心信耶稣 以前没有体会到圣灵的能力 你看他从小 小孩子七八岁的时候 鼻子就不太痛了 到现在快七十岁 六十几年的时间 你看他从出生到现在 你看那种痛苦有多大 那主耶稣就 圣灵降临 没十分钟 都OK 那个真的像重生一样 那种快乐 那种感觉 我们看 他再把他录影起来 真的 我们在场的人都很感动 六十几年 不认识耶稣 呼吸不顺畅的人 突然间 主耶稣圣灵降临 给他全身流汗 夫妻顺畅 也不必再开刀了 多好啊 那个呼吸顺畅的多好啊 真的 以后如果他受洗了 我们就可以 请他过来做见证 六十几年的痛苦 对不对 像我们现在 呼吸顺畅 你就要感谢神了 他都不顺畅 这是圣灵的奇妙咒语 再过来 主耶稣是先知 刚才我讲过了 那么他的道呢 就是生命的道 刚才也讲到 他是生命的主 所以他的道 就是生命的道 道就是真理的意思 那他开导人心 你的心要怎么开导 你看刚才讲那个 如果不是神开他的心 他体会不了的 他还是要拜拜的 但是呢 他今天不一样了 他是外邦人的光 外邦人的外国人 外国人在民间信仰里面绑住了 所以主耶稣的光照到你 像加利利人 他们看到了主耶稣的光 神迹奇事 就信了耶稣 所以主耶稣的光 不是只照我们 我们的邻居 他的光一照亮 心就打开了 或者的话你的光不会 我们传福音奇妙 神跟你同在 那个奇妙的是自然发生 你不必求神迹 神迹自然就跟着你 再过来 他是神的儿子 这个常常念的 我们就知道 他是暂时来到人间 用带着肉身 自称是神的儿子 所以用神的儿子来称呼 他的独生子 就是第一 圣灵直接生的只有这一位 那有人说 我们也是受圣灵啊 但是 没有错啊 但是你的肉身是父母亲所生啊 那耶稣的肉身是 童女怀孕生的 圣灵直接 在玛利亚身上制造出来的 没有第二位 只有这么一位 那好 圣经也有讲 希伯来书十二章说 诸长子所共聚的种会 诸长子 就是很多长子 对不对 那耶稣 依圣灵所生 他是不是长子 第一位长子 对不对 但是圣灵呢 从古到今 有给历代的先知 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 有没有圣灵在先知的身上 在亚当的身上 有没有 都有 他们也是长子 在灵里面 圣灵没有分 时代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要被时代绑住了 所以诸长子就是受圣灵的人 你们都是在基督里面 都是长子 请问圣灵有没有分说 今天是给你 你称为长子 明天第二位叫四子 三子 四子 五子 请问各位 如果这样算你们是第几子 不知道 不是这样 所以圣灵 他是同时间 不同的时间 他都给你 但你都是从圣灵所生的 都是从圣灵所生 所以每一位都是长子 以前 有人这样讲 耶稣是长子 我们是次子 青菜公公 那还有三子 四子 五子 六子 那是 用时间去算 圣灵有没有时间的问题 没有 有的人说 旧位的圣灵 跟新耶不一样 我说 那什么叫新耶 新耶就是耶稣办圣餐以后叫新耶 办圣餐之前请问 算旧耶 那圣灵有差别吗 有没有差别 有差别的几手 头壳坏掉 圣灵没有差别 他是自由拥有 自由拥有 有没有时间 没有 很多人他弄不懂 就问那个世上的学理在那边 划分 新耶时代 旧耶时代 那是学者专家 头上派去 搞不懂 知道吧 圣灵有没有分昨天 今天 明天 有没有 耶稣基督 西伯来书 十三章里面讲 耶稣昨日 今日明日 都是怎样 一样 一样 一样有没有分两样 有没有时代的问题 没有 所以受圣灵在你的身上 在祂的身上 都一样 没有两样 知道吗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去领悟一下 每个人 对圣灵的了解 停留在那种阶段性 那是错的 那是人的想法 想法不等于是事实 所以大家都是长子 诸位 神的长子 大家都是长子 那都是长子 没有赤子的问题 因为灵里面 重生 都一样的 所以 这个身份有多尊贵 所以 什么叫做真教会 真教会 就是圣灵所生的所有的人 不管旧约新约 都是一位 在基督里面所生的 这就叫真教会 神的真教会是完美的 知道 地上的 还带肉身的人 是不完美的 所以教会有 教会的组织 负责人 这些都带着肉身 跟我们一样 你带着肉身 是血气的身体 你不能承受神的过 你得到了应许 但是你还没有去兑换这个应许 所以大家带着肉身 不完美 所以肉身的总负责 有没有完美 我们南部的王传道 总负责 有没有完美 他自己都不敢讲完美 我很认识他 他比我小 我也不完美 他也不完美 两个都一样 所以你不要去指望 哪一个人多完美 我是拿比喻 本来就是 所以肉身的人都不完美 曾经有一个弟兄 他要找一个完美的太太 后来到很老都还没有找到 因为娶不到 这种完美的太太 因为他心目中的完美 好像电脑列了很多条件 人家一介绍的时候 差一公分我没有 身高 胖零点几公斤 不要 他要按他的标准 结果都找不到 你知道吗 因为他电脑镜 电脑可以剪出一样的花生 大大小小 你按把电脑输入你的资料 你要去找 你的那种完美的太太 天底下没有 天底下只有完人 知道吗 完蛋的人 没有那个真正完美的太太 完美的公主 那个也是骗你的 那个小说故事 什么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好不好 你不要娶她 她睡在那边几千年了 你才几岁 她活起来 你要跟她结婚 各位弟兄你要不要 你当白马王子 她已经睡了几十年 几千年都不会死 你跟她拎一下 她滑起来了 你娶她 我老了 我怎么可以 看起来很漂亮 美戏 那你要不要 神话故事还当真的 很多姐妹 我要嫁给白马王子 你知道白马王子好不好 太年轻了 你是我白雪公主 演戏可以这样讲 小说可以讲 都姓白 一个叫白马 一个叫白雪 骗你的 你不要骗那个小说故事 人家是在撰稿会的 你不要被骗 事实上不是这样 就像早上 我们领会的黄弟兄讲 人身上的肋骨 你不信你弟兄把肋骨拿出来 好不好看 一支这样 山山 没什么肉 对不对 她做出一个人 弟兄 奇怪我怎么少一根 事实上这是神的大能 我没办法去形容 这简单讲 弟兄就像那个陶瓷做的 陶做的 搓用 知道不 好像那个水缸一样 可以装很多水的 前面就是瓷器做的 那个骨瓷你没听过 都音歌 瓷器最好叫骨瓷 像骨头一样的骨瓷 很漂亮的 但是很容易碎的 你知道吗 所以姐妹的心很容易碎 你不能随便把它碰 你要保护好 对不对 弟兄没有关系 那个抽抽抽 水缸和你膏 外面抽抽 怎么滚也没什么关系 你知道吗 因为你是土作嘛 所以弟兄比较粗糙 是正常的 姐妹比较精致 你不保护他 你的骨头这里断了 你是不是要去骨 一样的道理 有的对太太不会保护 不会骨 然后把它弄得 本来没有断的 把它弄断 到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 你就没有力量了 少了一根肋骨 就不能支撑了 这个道理很简单 我们继续看 我们继续看 主耶稣他是什么 他也是仆人 他来到世界 你看他做什么 再过来 他也是护活的 他把命捨了 第三天护活了 哇太奇妙了 再过来 他是升天 但是他有载灵 所以主耶稣说 我如果没有回到天上去 我就不会四下圣灵来 今天我们有圣灵 证明什么 耶稣有升天 这个是最好的证明 很多教会没有圣灵 用学的 他就体会不到 那个主耶稣有升天 降下圣灵的这个道理 听不懂 因为他没有圣灵 没办法去领悟 就算看也是看不懂 真的是这样 想象的 再过来 他是不偏待人的神 不偏待人就是公平 你看社会上很多宗教人士 是很偏待的 我喜欢他喜欢他 那就产生很多组织上的一些问题 这是人 神不会这样 你是对的就对 错就是错 不管你今天你是什么身份 能得救就得救 不能就不能 他很公平的 所以你的什么冤屈 他会替你神的冤 所以全世界最公平的就是神 我们世上的法官 都是看着办的 有钱 判生 没钱 判官 把你关起来 再过来就把你判死 这个很多冤枉的 那到神那边去 神要不要替他神的语言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 你如果当法官的话 你最好每天好好祷告 哪个天秤在那边蹭 我今天有没有判错 判错我就有罪 或者证据有没有收集够 不要随便看长官的意思 就随便判 所以弟兄姐妹 当法官也不错 钱很多 判错 你到神那边去 神就判你完蛋 因为你都判错 偏心 有钱判生 没钱判完蛋 这个不对的 所以不要有你权柄的时候 你忘记了这个事 再过来呢 他这里讲到说 他是听人祷告的神 我们每个人祷告 那时候我们会说 我祷告怎么神好像不太听我的 你要想 你祷告的心态 你的行为配合不配合你的祷告 所以以赛亚书你看57章说 你祷告 你要好行为做出来 你祷告神 神说我在这里 那平常行为都很差 到时候希望主耶稣祝福你 主耶稣说你行为没有改变我 为什么要祝福你 神也是 我讲一个比较白了 天底下最现实的神 就叫耶稣基督 知道 我讲现实大家比较听得懂 很现实的 你不配他不会给你的 你配你不要他也要给你 就这么简单 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这些弟兄姐妹 你想你配得主耶稣一定给你 不可能的都变成可能 你不配得你求也没用 你赶快去悔改你的行为 这个比较重要 再过来呢 他是圣灵 他禁止人 就说圣灵会禁止人 叫保罗要去传福音 往皮推你 那耶稣的灵不允许他 原来神要叫他往苗起顿 就像你今天做圣工 你计划这样 神不准许 你做不成 所以不是说我有计划就一定成功 计划是你自己的计划 那敢不上变化 那因为神如果成就你 他会把安排得好好的 那如果不是 是你几个人自己想象的 你会很辛苦 所以啊 像我退休前 很多人说 小长大 你退休有没有什么计划 有A计划 B计划 彩虹计划 我说我什么计划都没有 那你只要没有计划 不是活得完蛋吗 我说对啊 我能够活到退休已经不容易了 当船到退休 光荣退休 非常困难耶 你知道吗 那我说我没有计划 我心中只有一个计划 如果人家要找我去领会我就去领会 只要我有空我就去 有人请我我就去 没人请我我就在家 修心养性啊 散步啊 怎么样啊 走路啊都可以 这个叫没有计划的计划 知道吗 这交给主业书最简单 所以很多人啊 A计划 曾经有一个人叫彩虹计划 还没退休弄个电脑 上面彩虹计划 本人的彩虹计划 那计划一年要花多少钱 要去哪一国玩 彩虹计划 电脑哪给我看 哇好厉害啊 这样花多少钱啊 护照啊 什么都算得精精准准的 后来喔 有一天 退休没多久 生病了 知道吗 生病了 什么计划都归零 知道吗 吃了归零糕 归零糕 知道 在家过孙啊 到现在也没有出去 原来他的彩虹 没有出现 知道吧 他吃了归零糕 到现在看到他 感谢主 原来喔 我的彩虹计划 彩虹在神那边 他没有出现 因为没有新天新地出来 没有那个挪亚出方舟 所以我没有彩虹 我就在家 在方舟里面 蹲着吧 所以你计划 神不准许的时候 什么计划也没有用 所以有时候想一想 没有计划就给神 主啊 你叫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反而喔 你会很轻松 因为耶稣背着你走 有事情耶稣负责 会来的就来 不会来的 你也不要去追 知道 这个很轻松 所以很多人说 乔神 你怎么退休 会很快乐很久 当然啊 我那么累干什么 对不对 好不容易 把耶稣抓紧一点 其他的我不要了 无所谓 你就会发现到很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 他这里喔 他也是提去人 你看那个 腓力 去传福音的时候 为人家施洗 在旷野 忽然间祷告 腓力就不见了 喔 好不好 当你跟人家施洗完了 就不见了 简直是 奉追溯圣明洗礼 洗完了 一祷告不见了 好不好 哇 那个慕道哲 看到洗礼 刚才给我洗礼 不见了 好不好 那奇妙的很 那有这种事 圣灵的能力啊 这种教会的 有没有发生过 有喔 都很奇妙 没有时间讲而已 所以你想喔 奇妙的事太多了 再过来 他对那个欺逢者把他处罚 杨拉尼亚夫妻 奉献 骗 骗神骗人 两个都死了 那我一想 那两个有点可怜喔 你就讲说 彼得啊 我有点软弱 我奉献十分之九 可以不可以 十分之一我留下来 我要生活 你就讲十分之九就好 不要讲说 我全部都奉献出来 全部 倒霉啦 你骗神骗人 那何必呢 奉献那么多 结果又死啦 那划不来 对不对 你就层层实实 不要有 在教会里面 做圣工奉献 不要有个人利益 放进去 不要把个人利益放进去 知道 这个很重要 你放进去 欺負神 欺負人 到最后倒霉的还是你 所以不要在教会里面 想说 我奉献这个 我要拿到什么样的职务 当执事啊 当什么啊 曾经有一个人说 小蓝道 我奉献一百万 教会正在缺钱 下一任的教务给我做 我说 你要奉献你现在就拿出来 当不当是大家开会 不是我说的算 结果他没有拿出来 知道吗 因为我没有答应 我答应他 我一马上没有拿到一百万 到时候不奉献一百万 那我倒霉透了 我怎么可以为了你那一百万 请他当教务 这种人 如果给他当教务 他不知道要从教会 还要挖多少处走走 所以这个不可以的 对不对 我们情景有没有这种事 不敢 如果这种事赶快开除 不要给他当 为了一百万 他可能抓你教会 千万就被他扣走了 也不一定 那种很会算的人 这种不可以 所以教会不能用钱 去做这个圣工上的交易 千万小心 不要这样 再过来 主耶稣医治人 这个我们知道 新神机 他会拆遣天使 传福音 传诫命 所以天使的工作 是神拆他来的 你看使徒他们有工作 都有天使出现 保罗身边都有天使 那我们身边有没有天使 有 但是很多人现在对天使这一点事 不敏感 很多人没有天使 外面看到 为什么要给你看 你配得看吗 你看歌迷流 为什么信主 天使跟他显现 他就会找匹德 后来得圣灵 全家受洗 这个天使出现不是谁变的 所以我们要小心 真天使还是假天使 要分清楚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了解一下 再过来 主耶稣他是传神的话 所以耶稣也曾经讲说 我把天上的话告诉你 天国是告诉你们不相信 传天上神的话 再过来呢 他是传天国的福音 不是地上的 所以我们真教会传福音 你要知道 天国的福音 不要一直讲说 我们要用社会上的那一套 来吸引人家 也不是不可以 譬如说我们各种这个福利措施 各种长照 去布道 这都可以 但是你不要光靠这个来信 叫你信主 不要 你要是靠耶稣 你以为靠那个有用吗 曾经有一间教会 为了一个目导者来 他身体不太好 没有工作 结果信徒很有爱心 就怎么样 不知道是谁发起的 头壳坏掉 后来害了他也害了教会 他很穷啊 我们现在几个人啊 凑钱 每个月给他多少钱 加起来 他就有工作可以做了 他就可以上班了 结果后来没多久 因为大家都给他钱 每个月给他钱 像慈祭一样 每个月给他钱 他就来受洗了 后来还当负责人 结果他把那个钱拿去标费子 当费头 后来呢 一座也大 后来呢 倒了 信徒就 钱就 叩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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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骨牌一样 他就跑掉了 是谁害他 你们这些无知的人想要用钱收买他 结果他反而倒过来把你吃掉 所以不能用这种方法 知道吗 所以我们再怎么样真理换在前面 你如果真的要给他钱 你如果真的要给他钱 只可以拿一个饭团买好给他吃 就好了 不要再多 我都教人家这样的 知道吧 他要跟你借钱 不要借给他 你要借 他讲一千万 你给他一千块 他没有还你 不能再借 这样 有一个人跟我借一百块 乱花钱 坐车 我说可以 下次 要跟我借 你一百块没有还我 你还我我才借给你 他不得不去找一百块还我 知道吧 他不是没有钱 就是乱花 所以这个教育训练 不要说爱心爱心 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金钱上来玩 特别小心 不要想说用钱就可以收买人家 就没有用 所以后面我们讲到很多 这个主耶稣的道 恩惠的道 这些 我们大家看一下 那最后一段 就是说主耶稣曾经这样讲 说施比受更为有 所以我们纪念主耶稣的话 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权柄能力 是测不透的 所以保罗说 生灾生灾 神的作为是想不透的 但是你只要遵照祂的话去做 福气就临到你 就在你身边 不可能的事都会变成可能 曾经有人讲说 传道啊都没有人要嫁给我 我说 你有没有为你的老婆祷告 我的老婆不知道在哪里 我说 你为他祷告他就跑出来 还有的弟兄说 姐妹说 我都叫不出去 那你有没有为你的老公祷告 我老公我不知道是谁 你相信他存在嘛 厨艺说现在还没有出生 你现在已经几岁了 三十岁了 又不能再拖 你祷告他就跑出来了 天哪海角他就要跑出来 你不相信 一直弄电脑 标准弄了很多 当然找不到嘛 因为神的标准是你这个都全部拆掉 A计划都不要 标准都不要 找出来是刚好适合你的 不是你的理想 不理想的才是最好的 你不信你我们这些弟兄姐妹 不理想的就是向理想 理想的都会流水 有一个牌子 以前在外岛 那个热水器理想牌 现在好像没有了 每次都会漏水 还漏电 所以我叫人家理想 就不理想 所以不要理想 就是最好了 知道吗 所以这个不是乱讲的 大家如果能领悟的话 准备书就帮助你 还有施比寿很好 你结婚是要施舍的 不是一直希望对方给你什么 那你这样想你就不要结婚了 对不对 弟兄要为太太舍命 你有这个命 舍 太太不会跑掉 你都不想舍 钱要把他带 什么都要爱 太太当你外劳 早知道也不要嫁给你 因为你 瘋 尖 谁还要 所以要小心一点 这个要小心 我讲这个都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认识基督从你身边 去爱你身边所有的人 你就会体会到基督的爱 基督的能力 就在你身边 在你身上 都会出现的 早上